基督一进入世界并说 看哪我已来到 天主我来是为诚行你的旨意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阳 圣父之子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扶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善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愿意你的圣子 在童贞玛利亚怀中降生成人 做我们的救助 我们承认并相信 祂是真天主 也是真人 求你使我们勉励效法祂 以分享祂的天主信 祂是天主 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善主对阿哈赐说 你向善主你的天主 要求一个征兆吧 或求诸音符深处 或是求诸上天高处 阿哈赐回答说 我不要求 我不愿试探上主 伊萨伊亚说 达威的家族 你们听着吧 你们使能厌恶还不够吗 还要使我的天主厌恶吗 因此 吴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 有一位征女要还允生子 给她起名叫厄马卢尔 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牺牲和数祭都非你所洗 全方祭和赎穗祭也非你所要 你却要我扶手贴耳 于是我说 请看 我已来到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书卷上已为我记载 我的天主 我乐意奉行你的旨意 我常念念不忘你的法律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我在圣会中宣扬了你的正义 我没有借口不渝 善主 你已知悉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我没有将你的正义藏在心抗 也没有将你的慈爱和真诚在圣会中隐瞒 天主 我已来到 为承行你的旨意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 弟兄们 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断不忍除免罪过 因此 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 牺牲与数祭已非你所要 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全方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洗 于是我说 看 我已来到 关于我 书卷上已有记载 天主 我来是为承行你的旨意 前边说 祭物和数祭 全方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 以非你所洗 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 后边说 请看 我已来到 是为承行你的旨意 由此可见 他废除了那先前的 要为要建立那以后的 我们就是因这旨意 借着 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一致而为永远的献祭 得到了圣化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圣言成了血肉 居住在我们中间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给予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天使加布奥尔 奉天主拆迁 往加利勒亚一座 名叫纳萨勒的城里去 到一位同贞女那里 她已与达威家族中的 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 订了婚 同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她却因这话惊慌不安 便思虑这样的问候 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面前 获得了重姓 你将怀孕生子 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将是伟大的 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 要把她祖先 大卫的一座赐给她 她要为王 统治雅各伯家 这道永远 她的王权 没有终结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 这是怎能成就 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天使打发她说 圣神要降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 要避养你 因此 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成为天主的儿子 请看你的亲戚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教会 庆祝圣母令报 也称之为天使报喜 那么我们知道 圣母玛利亚 她生长在 纳萨勒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在没有结婚之前 天使就向她报喜 那么通过读经一 读经二 我们也听到了 是顺服天主的旨意 那么圣母玛利亚呢 在接受到天使的报喜的时候呢 也表现出了顺服 她说 愿照你的话 在我身上成就吧 她虽然不理解 她也不明白 她也不懂得 但是她却完全的顺服 那么这就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教会 特别庆祝圣母领报的重点之一啊 是圣母玛利亚的顺服 把天地的君王 人类的救助 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啊 是圣母玛利亚的顺服 成为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 很好的榜样啊 我们也知道旧业当中啊 有四位女子 她们来讲的话呢 是预示着圣母玛利亚 第一位就是亚巴郎的妻子 萨拉 她们这四位呢 都是在老年才怀孕生子的 所以第一位就是亚巴郎的妻子 在老年生育了伊萨克 第二位呢 就是三松的母亲 那么三松的母亲呢 称之为使女 是不能生育的 也是在老年的时候生育了三松啊 记载在《明长记》当中啊 第三位就是撒末尔的母亲 那么这是在撒末尔记上所记载的 撒末尔的母亲也是在老年才生育了撒末尔 第四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圣若汉 她的母亲 圣若汉的母亲 这在记载在《路加福音》 那么呢 若汉的母亲也是在老年才怀孕生子啊 这四位圣经所记载的老年女性 她们依靠天主的能力 她们依靠天主的帮助 依靠天主的祝福 在老年怀孕生子 那么这是在预示着天主要做更大的事情 天主既然能让四位老年女性生子 同时她也能让童真女生子 预示着第五位童真圣玛利亚 她是有童真女生子的 所以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八节上 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的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这是天使的话 称她为万福的 而且是充满恩宠的 就是她身上满背着天主的恩典恩宠 所以因为充满着恩宠 所以她就没有原罪 没有本罪 所以圣母玛利亚 我们称她为没有原罪 时运无电者 十二月八号 我们庆祝她的圣母污染原罪节 就是根据这一句话 为基础之一的 那么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马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 这是天使说的 说你要婚姻生子 并给她起名叫耶稣 马利亚说 这个事怎么能成呢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这个不认识男人就是说没有结婚 天使说 圣神要联余你 枝高者的能力要毕业你 因此要诞生的圣者 再成为天主的儿子 这时候马利亚说 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那么这一句话 是不是圣母接受的是一个天地君王母亲的角色 她所接受的是做天主之母 因为她所生的耶稣基督是称之为天主 所以我们1月1号庆祝天主之母节 好似给我们的感觉是 圣母这一句话 好像是接受了一个大喜讯 接受了一个大荣耀 接受了一个大光荣 确实也是如此 她称之为摩西亚的母亲 她称之为教友的母亲 她称之为人类之母 教东方几个月 定她为教会之母 所以圣母马利亚确实是在这个时候 接受了这些的荣耀 但是圣母的顺服 圣母的这一句话 也给她带来了无比的痛苦 一生当中 圣母马利亚并没有因为她做了摩西亚的母亲 她就可以一帆风顺 世事平安 世事顺利 No 反而一个女性一生当中 三大不幸之事都淋于她身上 未婚先孕 中年丧夫老年丧子 一个女性一生三大 最不幸的事情都淋于圣母马利亚身上 但是圣母马利亚呢 却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未婚先孕 圣母马利亚跟若瑟还没有结婚之前 这个时候呢 若瑟已经发现她怀孕的事情 若瑟有没有介意啊 有了 当然有了 如果不介意的话就不会暗中解除婚约呀 若瑟只是做事明知而已 但并不是不介意哦 介意的 这对圣母马利亚是一苦 但是中年丧夫就是中年的时候 她的丈夫若瑟去世 老年的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亲子看着她的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 那么这就是她一生的痛苦啊 但她没有一句的抱怨 没有一句的牢骚话 而是 愿着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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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了她一生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圣母领报 不单单是接受一个荣耀的头衔 荣耀的使命 更是一时接受了一个 参与了耶稣基督 救世功成的这么一个大使命啊 她所受的痛苦 是她证明她参与了 墨西亚的一生救赎人类工程的痛苦 所以来讲 圣母马利亚 愿着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这一句话 是她活出了她的使命啊 所以我们要效法圣母 圣母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女神 她是人 她是跟天主完全合作的一个人 跟天主恩宠合作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效法圣母马利亚的顺服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她对天主的顺服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圣经上 我们多次看到 天主让我们人来顺服她 当我们人顺服天主的时候 天主就祝福我们 当我们人不顺服天主的时候 天主就不祝福我们 圣母马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 顺服的榜样啊 第一个恶娃 不顺服天主的话 吃了这三个书的果子 把罪恶和死亡带给了人类 而圣母马利亚 愿着你的质疑 愿着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顺服天主的质疑 给我们带来了生命之主 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啊 你看 在圣经上啊 天使托摩给若瑟说 好到埃及去 圣母马利亚没句怨言 跟着若瑟骑着驴到埃及去了 然后说回来 咔嚓咔嚓又回来了 然后说祝德纳达勒 咔嚓咔嚓又往北上 祝德纳达勒 他没有一句抱怨是若瑟 你这梦准不准啊 若瑟你这个是不是天使给你显现的 你这个话到底是准不准呢 怎么回事呢 哎 到埃及那么远的地方 我们怎么走啊 有没有导航啊 我们有没有知道这个路啊 统统都不知道 但他完全的顺服啊 这就是我们要效法圣母马利亚的顺服 第二我们要效法圣母马利亚的听命 你看他说 愿者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 这就是个听命啊 而且他也吩咐人听命 你看在加纳婚宴的时候 他告诉那些仆人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无论是合理的不合理的 能理解不能理解的 只要是耶稣基督说的话 你都要顺服 圣母马利亚自己这样顺服他 你看 他去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姐妹 承行天主执意的 才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 耶稣的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认圣母马利亚为他的母亲呢 不是 而是说圣母马利亚 只所以成为我的母亲 不但他是生育了他 更是因为他承行天主的执意啊 顺服天主的执意啊 听命啊 他也告诉那些仆人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这些仆人确实也这样做了呀 倒进去的是水 咬出来的是水 缩上去的还是水 这么一喝 茅台好酒啊 这就是这些仆人的顺服啊 圣母马利亚的顺服 给我们立了榜样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顺服天主的执意 听命啊 还有就是圣母马利亚的信德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说 那信的上主传于他的话 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这就是 圣母马利亚被称之为信德之母啊 他给天使回答这一句话 约着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 以及他给仆人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这些都是见机于信德之上啊 并不是他能多么的会算 也不是他有什么高招 也不是他有什么妙境 而是基于他的信德呀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 我们在圣母马利亚身上 看到了他的顺服 看到他的听命和信德 让我们要效法他的顺服 听命和信德呀 让我们每一个人啊 效法圣母马利亚的美德 同时也请求圣母马利亚 为我们转求天主 赐我们丰富的恩典恩宠 使我们能够 效法圣母马利亚的榜样 跟他一起勇文走天国之路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童真 马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搬去比拉多指证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说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即富于圣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金宠 同享光荣 他曾经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至公 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祭恩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慈母圣教会祈祷 求主赐予圣教会平安 并使在教会内的子女 都能获享基督圆满的救恩 为此我们同身祈祷 求主听我们 请为普世人类祈祷 求主使普世因着救主的到来 能够得到救赎 使人类远离战乱 仇恨与纷争 为此我们同身祈祷 求主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让我们恳求天主 坚定我们的信心 祝有我们效法圣母的谦逊 并感谢圣母 对主主 慷慨的应允 实现万民的期待 获得救主的大恩 为此我们同身祈祷 求主听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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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楼库的果实 麦面饼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楼库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全能的天主 求你接受你教会的奉献 我们知道你唯一圣子的降生 并能使人得救 天使穿洗 基督将要降生救人 居住人间 童真女以信心 接受了这项习讯 她皆圣神得能的毕音 与自己的敬学 孕育了你的圣子 履行了上主 对以色列的许诺 实现了万民的期待 因此天上的天使 借着基督朝拜你 赞颂你 在你面前 永远欢欣不已 求你安遵我们 也同他们联合在一起 同声欢呼 圣圣圣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显测云霄 混圣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显测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是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显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朴实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得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贞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充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果来灵 愿你的执意 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润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 中和的安全 使我们 且能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昭来福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厄马卢尔 有福尔 有福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愿我们所领的圣体圣事 加强我们的信德 使我们明认那生子童真女的耶稣 是真天主 又是真人 也求祢使我们信了祂复活的能力 而能豁想永远的喜乐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 好 按摩